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樓 國旗大有 今天是大年初演 我們新春開運王 以聲威震天的聖詩表現 向大家拜堤 我請理居明大師, 你的乘еты國事 麥靈玲師傅和嘉義姐為聖詩點勝 聖詩點勝, 祝大家富貴繁榮 踩到聖詩頭, 大家雄運當頭 点过省丝利,人人大吉大利 点过省丝尾,由年头好到年尾 锣鼓声响,省丝何随 祝老古年,风调雨迅,国泰文安 省丝若栋动,万家团圆,喜迎丰年 祝愿发业兴旺,货如鱼主,一本万里 摸过省丝头,祝各位东城西奏 省丝巡游,换兵旺财,拘除瘟疫 虎年吉星高照,百毒不侵 平安健康,笑口常开 摸破省丝才青,和气新裁,风生水系 恭喜, 恭喜… 祝大家大吉大利 祝大家步步高升 祝大家盆滿潑滿 祝大家身體健康 恭喜… 很感謝譚力幫師傅的聖獅隊 為我們聖獅採青 令我們大言初二更喜喜悅揚 謝謝… 每逢過年和喜慶日子 都會有舞龍舞獅座慶 但其實舞獅的表演有意義著什麼呢 剛才你說的舞獅是不對的 要聖獅 為什麼要聖獅呢? 聖字裡面有個有金 有字代表是天衣星 原來獅子可以鎮壓瘟疫 而且它可以鎮壓吉祥 好… 我看到聖獅這麼靈活 頭搖又美擺, 我也想學習一下 我覺得也是好的 因為獅子是萬獸之王 而且舞獅結合了中國傳統的武術 和拳腳的功夫 其實跟做運動一樣 自然身體健康 明白 聖獅師傅, 聖獅的習俗是怎樣的 其實很古老 後漢書已經記載了 西域有很多人進貢獅子 代表吉祥給我們中國 然後到北藝的時候 洛陽長秋寺大佛出巡 武獅就成為一個護法作用 唐朝的時候 唐明王唐元宗 竟然夜夢夜遊月宮 得獅子救了他 所以後來獅子的模樣 就是唐朝當時定立 譚師傅, 為什麼聖獅表演完後 都會採青? 因為古時會採靈芝類似的物品 現代會採山菜 特別是接山菜好運齊 明白, 難怪過年過節 作為這麼多聖獅表演 大家記得去接好運 現在請師傅派利是 好… 聖獅牌給你 謝謝… 謝謝… 恭喜… 歡迎芯姐 謝謝師傅 歡迎Jonathan 謝謝… 我們開年, 年初二 對呀 對各位嘉賓特別開心 對呀 芯姐和粵劇界很有淵源 我也是半個粵劇人 對呀 Jonathan為我們廣東哥出了很多力 所以吃決賽適合了 這樣嗎? 對呀 這裡有很多經典的粵式手工菜 還有很多傳統點心 我們今天真是大飽口福了 對呀 金姐, 你說每樣東西都有意頭 這個豬籠入水 好, 這個會看 還有, 大家都有豬籠入水 好… 海哲, 我們節目節節上升 好… 這個你知道什麼嗎? 這個… 這個腳踩了 是 你怎麼樣? 拆住錢了 好… 這個Sabrina你已經沒吃過了 因為我們六十年代就很幸運 是, 我真的沒吃過 是不是叫金錢雞? 金錢雞 你的名字好嗎?好熱嗎? 好… 嘉姐, 你知道明天年初三 是 赤頭 我們術宿娛樂很怕三字 怕我叫三煞 是 你怕不怕三煞位嗎? 我怕 是呀 我要不是三煞位 三煞在2022年是一個北面 但其實初三的赤頭是用三字 在風水命理上 還有一個聲稱叫三壁星 阿康, 你做這個節目就學到了 三壁星是是非、官非 看正今年是東方的 所以也是三字 明天就是這個赤頭, 年初三 所以每個人乖乖在家裡 看萬鳥仔, 不要出去拜年 大師, 我又想請教你 為什麼年初四的人 全都在年初四才倒垃圾 我懂 為什麼倒四代 我告訴你, 因為年初四年 二、三年都不倒垃圾 因為過年時間, 這些髒東西不能搞 所以倒垃圾的時間叫做送窮 意思是可以倒垃圾 年初四喜歡把本來一桶垃圾分四代 叫做送四窮 有些年初五是送五窮 有些六是送六窮 有一袋一袋垃圾分開, 然後把東西送走 不是只是扔垃圾 家裡有些不要的衣服 我也是說的 不要的東西 也是那段時間扔掉 扔掉那個, 扔掉窮的東西 我知道中國人更厲害的 就是年三十晚, 做完所有的東西 把刀封起來 刀殺氣 你沒理由年初一二拿刀出來 仔細, 你有沒有留意 我們過年吃糕 對 煎年糕或蘿蔔糕 蘿蔔糕代表彩頭 是 芋頭糕代表有胸襟 每個糕有原因 是 你有沒有發現老人家已經切好糕 然後拿出來煎 他不會年初一二拿刀出來 切些糕給你煎 你有沒有留意到 我真的沒見過他切 因為那把刀藏起來了 對 何時才拿出來 那把刀要亮出來的時間 要年初二才可以亮出來 年初五一亮出來的時間 代表你家裡加肥烏潤 要表現他的加肥烏潤 就一定要拿出砧板 拿刀刀削肉餅 越大聲就隔壁鄰舍 一定要聽到 代表你… 隔壁鄰舍 你也要聽到 隔壁鄰舍 要威給隔壁鄰舍看 剛才我也聽到廚房的聲音 原來就是這個 煎釀圓條土靈魚 刀光很好, 你看肉是綿密的 好… 很好… 很厲害… 把刀一亮出來 芯姐, 那天叫做百無金記日 那天開始什麼都可以做 可以掃地, 可以洗頭 所以年初五是百無金記 什麼都可以做 所以那天叫做五破日 就是什麼都破了 亮了把刀就這樣 對, 所以年初五你記住這件事 對… 大師, 你一定要嘗嘗金薄蝦餃王 看來很飽滿 你真乖, 請我吃這個 這個真是金元寶, 賺多一點 你會發現過年時間 我們中國人很喜歡三天的 第一件是餃子 餃子 餃子的意思是原來其實是金元寶 現在我們這些蝦餃也是金元寶 對嗎 是 當然最重要的團圓當然是湯圓 那幾樣東西是不能脫的 是 吃數量方面, 有沒有說幾隻最好 認初幾就吃什麼 是 初五就吃五隻, 初六就吃六隻 是, 所以今年的初六 大家要留意,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是 十二歲以下 那天通常如果我們出街拜年 一定要出街拜年, 投禮事 是 不然家裡也要多給他一封禮事 這是中國的全文化 為什麼六六大順呢 我們喜歡六字數 所以年初六就是聚利六字 而兩個六加十二 十二是中國人最喜歡的號碼 十二爭照, 什麼都十二 所以十二是最吉祥的 師傅, 不如我們先吃點菜吧 味道很特別 對 脆腰果炒素心 素心 顏色很漂亮 對 這個我最喜歡的 漆菜飯 漆人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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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七又有什麼我們需要知道呢 年初七是仁逸 你們知道仁逸的淵源是怎樣叫仁逸 因為中華人很怕七字 因為七通常跟不吉祥的東西 是, 也是 奶醬管理 所以一到年初七就害怕了 是 一個不好意頭 於是只要用生字 可以沖走不吉祥 生, 所以生日最好 所以人人生日 還不沖走那些壞事 所以那天叫仁逸 是人人生日 所以選了七種彩頭 是 要有筋的, 要整棵的 然後做一個七菜筋 來沖起仁逸 真是謝謝大師 製造我們新年傳統的習俗和幫法 謝謝 感謝芯姐和Jonathan 謝謝… 祝大家在苦年心上事成 萬事勝意 我也祝大家苦苦身為身體健康 龍精苦猛, 萬事勝意 太好了… 新年祈福, 求好運, 求健康 年初三來拜車公, 試尋釋法 不過我有討論過, 車公彈在年初二 為何我們會年初三來拜車公 原因是初三是赤口 大家很少去拜年 索性來祈福拜神 但其實車公彈有一年四個 包括正月初二、三月二十七 六月初六和八月十六 明白了 我年輕時就來過沙田去玩過 但那時車公廟沒有這麼大的 這麼優位的車公廟 其實1994年才建好 但前面已經有幾百年的古廟 因為當時這一帶有瘟疫 鄉民覺得宋朝的時間 車大元帥 原來去到哪裡都可以平定瘟疫 就建了一間廟, 希望保大家平安 沙田各國村每隔十年 就會舉辦一次太平清照 而這個傳統習俗 已經可以追溯到清朝光水的民間 話說在光水三十年 沙田一帶尤其是戀元村又有瘟疫 村民覺得請車帶員 說出來巡遊一下就可以平平這個瘟疫 也真的能夠做到 所以往後為了酬謝神恩 每隔十年就會有太平清照 雖然這個召會將會在2025年舉行 不過今天我們新春開運王 也有幸來到歷史悠久的車公廟拍攝 希望這次車公亮相 庇佑廣大市民, 新葬歷見 玲玲師傅, 其實善信來拜車公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呢? 拜神最重要是深誠則靈 當然要誠意 通常我們中國人在衣著上都有講究 拜神就少一點黑色灰色 我覺得顏色鮮豔 譬如紅色這些腸黃 又或者黃色這一類是比較適合的 其實拜神就等於去別人家 或者拜年一樣 當然要穿得比較尊重一點 盡量不要是背心、短褲 這些就沒那麼合適了 我們應該要準備什麼物品呢? 一般來說, 鮮花、香粥 糖果、水果這些就不少了 我們整個拜車公的過程 應該是怎樣的呢? 預備了祭品、香粥 我們在外面都放好 香在外面鹽點了之後 可以先上香 要留意大便只可以是三支善香 進來之後 當然了, 打鼓和轉風車 這個步驟是不少的 大家都知道車公廟的籤特別便宜 一場來到又怎能不求一支好籤呢? 也好, 我還沒求過籤 不知道抽得不可以呢? 當然不行, 要誠心一點 要熬的 如果一次過熬了一大堆出來 怎麼辦呢? 即是有機會 菩薩不想回答你這個問題 你就唯有再熬一次 就算截了兩支 這支也應該重新開始 直到跌一支為止 我想問一下 車公廟的籤和其他廟的籤有什麼不同? 的確每一間廟有不同的數目 車公廟有96支 黃大籤有100支 而天后廟有103支 而且他們上籤、中籤、下籤的分佈 數量也有不同的 我們求到上籤或下籤 處理方法有沒有什麼不同? 有的 求到上上籤當然開心 通常有些朋友會再求聖杯 去肯定一下菩薩的答案 至於求得下下籤的朋友 又不用太擔心 通常都會作福再求一次 這樣就可以保便安 那就安心了 對, 好 對, 好 好 好 很多人來到車公廟都買個風車回家 其實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意義 這麼漂亮的風車 當年代表著順風順水 對, 如果帶這些風車回家 應該放在哪個位置呢? 對 通常人們會買了之後 就在這裡過一個香火 等於開光和加持了 拿回家, 如果有神位就放在神位 如果沒有, 放回當年的旺位 老虎年的旺位 就是東北位, 是一個財位 那大家來祈福 記住玲玲師傅所說的 審物 有 水鞋 穿著 鞋頭 戴上 嘉儀姐, 你好 嘉儀姐 你們幹嘛有裝備?在這裡幹什麼? 聽說全灣有個寶藏 我們今天要去尋寶 我們走吧 給我們 尋寶? 為什麼不扔我? 坐和日當午, 汗滴和下肚 誰知盤中酸, 粒粒皆辛苦 懂得唐朝理新的敏龍這首詩 要吃到那邊的美菜 先幫人種菜 因為西方寺這裡的菜 全部都是善信、僧侶、義工 用精進的心, 用有機的種植 希望去理解大自然 和感恩上天 你們倆真乖 摘了很多新鮮有機的蔬菜 美食已經感覺很甜 晨晨師傅也是幫忙的 是嗎? 對… 我們一邊收割, 一邊想 是給嘉儀姐, 所以特別甜的菜 真的很幸福 晨晨師傅, 今天初二 一般是初一吃齋 為什麼今天初二帶我們來吃齋 娜姐, 吃齋不一定是初一吃 不過初一應該是因為 佛祖是初一生日的 而原始天尊道教 也相信是他的生日 在梁武帝時代 已經成行初一吃齋 覺得人需要卸免眾生一天 不要做一些殺戀的事 去養自己, 優養生息 但今天為何初二仍然吃齋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我們分享過《地武經》裡 陸促盡介控 所以其實今年 我們吃素都未嘗不可 我想請教程映師傅 如果只是不吃肉 那是否當作是吃齋 素食和吃齋有一點區別 真的吃齋, 連雞蛋也不可以吃 牛油也不可以吃 但是吃素就不同了 其實不是一種生命 其實也可以吃 吃齋也會說齋期 因為佛教傳統會說五戒和十善 吃齋通常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都是吃齋的日子 這麼多日子? 對, 不過後期 好像在大智道論和阿含經裡 就把吃齋的日子縮斷了 最後我們吃索亡齋 月缺和月圓, 初一、十五吃 原來吃齋的定義是回饋上天 已經減少殺戮 以前的人覺得手齋祈福許心願 特別靈驗 成天師傅, 我們吃齋也要吃得有智慧 有什麼食物不能吃太多? 原來有五身不能吃 好像蔥、大蒜、蒜頭、洋蔥和韭菜 原來這幾件事會影響人的情緒 令我們修心或靜態破壞了 說到修心, 剛才我們跟方進也談過 對, 你有什麼道理呢? 有四方面, 首先是戒殺 就是不要殺生, 不要動物 然後餘素, 就是吃齋 吃齋, 對 另外要放生 不過絕對要科學放生 不要破壞大自然 最高層次是戒生 保護生命, 保護大自然 大家都開心 是 成天師傅, 我想知道什麼叫五戒 其實是什麼道理呢? 我佛學的能力一般 不太深一點, 不過大體上 第一, 不殺生 是 即是減低殺生 其實代表人屬木 即是人後會產生 是 不偷渡, 代表金 因為不義之才 如果我們去賺, 就會因財失義 會 所以邪淫是熟火的 不妄語 不妄語就是胡亂說話 其實是熟肚的, 守承信 我們要守承信, 不可以胡亂說話 培養自己的自信心 以及對人守承信 最後就是智, 就是水 原來喝酒是熟火的 喝得多喝醉了 什麼智慧都沒有了 就傷害了智慧 我們要多吃些蔬菜 還要有機蔬菜 那就有機發財, 大家看 謝謝… 恭喜發財 今天是大年初二 我們中國人很重視開園飯 所以我特別安排一頓開園飯 來感謝三位師傅的幫忙 很棒, 之前我們吃過度過的菜式 是時候吃中國菜 對, 所以佳營姐今天 特地安排了一頓上海菜 還請了三位嘉賓 他們就是陳婷一、陳曉驊和郭子豪 開始第一期監察 你好… 哇 哇… 哇… 這個好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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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這位真的很像責任 對,謝謝佳儀媽媽 你說我們安排一間開蓮飯 我家人也不跟她吃 佳儀媽媽比較重要 佳儀姐…我除了想吃你吃之外 也想問問師傅苦練的運程 沒錯…我們準備了很多… 很多問題問他們 想問問題 我們現在跟幾位師傅敬茶 是嗎? 師傅,喝茶… 這道菜是五福龍門 有些陳皮牛肉,最低的 大家快點嘗嘗這個傳統 快點夾給師傅 大家演馬花得很重,大家演馬花 謝謝… 我想人緣好,如果有三壁是非聲 是否很大件事? 也有些影響 藝人最重要是觀眾緣、人緣 其實應該吹旺桃花星 三壁是非聲 任何時間都不應該吹旺 除非你是做打官司 否則小就是非,大就官非 在苦年裡 正東這個位置 就是三壁是非聲飛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把它化解 因為是非聲本身屬木,木生火 如果用紅色的東西 對,譬如貼張輝瓶,放紅色菇筍 甚至熟火的東西放一盞燈 都會把是非化解 反而… 切物生火 對,吹旺桃的人緣運 人緣運是北面的位置 放些鮮花,不要放假花 假花只要假的桃花 你知道你… 最近他喜歡種植物,不知為何 不…他要真正的桃花 這個位置可以放多些顏色鮮艷的花 放一盆蘭花也可以 或者你要很急速的桃花 浮著水的花,也可以 急速的桃花 急速的桃花 對 頭都吃的,是不是? 急速的桃花,是水花 我問問身體問題 虎蓮的身體部位是經常病的嗎 你問虎蓮的虎墊,其實叫人木 人木是會開火庫 代表每個人的心臟都比較容易有毛病 特別是老人家 特別是看著眼睛 眼睛或眼珠 有點奇怪,代表心臟有病 所以今年大家要小心 心臟容易有毛病 特別在今年,由二月到三月 這個叫人月 另外五月就是厲害的六月六日 記住六月六日就可以了 那個月是最容易有心臟病的 這個嘻嘻大笑,像我一樣 最開心的 成羽師傅 是 我們三位想問問最開心的 就是如何賺大錢 好… 在老虎年裡 在行業上,好像最新的電競 好像科技、網絡、發明、新科技的條件 可能都會挺暢旺的 剛剛其實香港正在推動這方面 所以我想年輕人的機會都會挺多 如果看回流年流月的飛升 因為其實開始正月似乎二黑入宗 管局溫西似乎不是很暢旺的 不過隨著二黑過去正月的節氣過去了之後 由二月開始 就一直走回一百,九字 我看其實年初有機會有一個小陽春 問題是疾病仍然有隱憂 在年中上有一個波幅調整 但是到年尾,又遇上一百和九字 所以到最年尾的時候 仍然可以保持暢旺 阿姨姐,先吃這個桂花魚 年年有餘 對… 阿龍,幫忙幫忙 大師,我們最關心是接下來可否開關 接下來老虎年疫情又如何呢 老虎年是一個逆馬年 其實大家都想用的疫馬就可以衝開通關的問題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有一本預言書很厲害的 叫做《王極經世》 它已經預預覆了… 其實我們現在活在這個世代 原來在走一個叫古卦 古卦其實真的是蟲 所以造成這個古卦引發瘟疫 這個古卦其實是十年 其中我們已經走了是其中八年 其中現在還有兩年 也就是說走到2022和2023 走完這個古卦 2024年到農年的農月 也就是2024年的四月份 這個瘟疫就全部消失了 真的嗎? 這就是我們今天帶來一個重要的消息 是 根據中國最強的預言書 叫《王極經世》 它的預言 很多好消息 對… 如果我們做這一行更需要人緣運 有什麼方法可以有貴人 或廣州的小人 那這樣更好 每個新肖都有六合新肖 和三合新肖 這個是自己比較合的新肖 譬如熟老虎的人 跟馬和狗比較適合 熟兔子呢? 是, 熟兔子 熟兔子 是豬、羊 跟你是好朋友 正常來說 除了選擇自己的三合新肖之外 也有一些所謂出生月份 譬如春天出生 一般來說秋天的人 這麼多就會旺自己 夏天出生的 冬天會旺自己 剛好交叉這些月份 其實也會是你命中的貴人 好, 大家嘗嘗這個豆腐裡面有蟹粉 吃過之後, 招財進補財運 好, 蟹色很漂亮 有企圖… 女生要多吃蟹粉 因為蟹和蟹粉是黃桃花的 是嗎? 對, 特別是黃, 男人有運 我有一個生意仔 跟何行貴湯兆中 一起配合一個YouTube頻道 一個平台 究竟我能否找到亞美娘的伴侶 你知道, 一個很英俊 就是一個樣貌… 他們有沒有在看的? 有特色… 很尷尬 最基本 就是美子過不過三關 美子是說晚輩和熟客緣分 如果攤開手板 你會發現美子也不能過三關 就是說… 對不起, 這個就是一二三 對, 亭恩比較好 我呢? 你…你緊緊好, 還可以的 所以你不喜歡管人 即是你做生意, 你不應該做一個管很多人的位置 因為你不是一個喜歡管人的人 同時你的拳骨不夠強 通常我們說管治能力 拳骨要比較顯 那你的拳骨就有一點拳插天倉 去了天倉位 對, 有延然內座 即是如果你結婚之後 應該手材、做生意發達就會更容易 未結婚之前, 你就好好找對象 加上你本身金很重 你是更金日出生 淑陽, 理念理想很遠大 但就重而輕材 其實做生意通常要先看錢 你就先看朋友 他說你重而輕材 程四師傅還沒說, 你有沒有重色輕有 有沒有? 是否出的 這個他沒問, 我不說了 好可愛 對, 我不認識 大家嘗嘗這個小籠包 這個不是蒸的, 是煎鐵扮上的 很有趣 名字很有意思, 家觀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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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負百財 大師來, 嘗嘗 對… 嘗嘗 北方人很喜歡開年的時候 一定吃餃子或小籠包 原來有原因, 它是代表收著小人的嘴 所以用包、餃子和吃小籠包 代表減了是非 讓人不會刺你背脊 來吧, 收著嘴 收著你的嘴 大師姐, 我今天請上海菜 是 真棒嗎? 真棒, 因為上海菜代表木 而接下來幾年都是木地年 所以你請我們吃上海菜 代表當時得靈, 非常可見 太棒了, 我們來吃湯丸 好, 來… 炸湯丸, 一團和氣 好, 來… 來… 謝謝你 真的很衷心, 感謝三位師傅 在這裡祝福大家 全年都當和 恭喜… 難民歸